好 也因为台风正在笼罩本岛 花莲副里在传灾情 这是大雨下的秀古鸾溪持续暴涨 这个水位已经逼近了这个明里变桥的桥底 而且还发生了基座已经被掏空的情况 整个桥底开始下线赶紧封闭 向今情况我们先连线记者许宇辰 好 各位观众 只是带您来关心到这个台风山土 而持续的为花莲副里带来雨势 已经下了第四天了 现象署说现在的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了510毫米以上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花莲这边 不仅是这个伦天大桥的变桥封闭了 现在又有一条桥是明里变桥也来封闭了 那么本来是预计今天早上有可能会来开放 不过又延续的封闭 那详细的原因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因为它除了到已经超过那个安全起见之外 第二个它有一个钢变桥旁边有一个 有点超空然后下线差了五公分 所以说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才要到封闭桥梁了 好 那么可以看到呢 在我后方的就是秀孤轮溪的溪水 它的水位呢是持续的居高不下 那么就距离这个明里变桥的桥底下呢 已经不到80公分了 恐怕这个雨在继续下水位持续上涨 很有可能就会淹过桥面 那么这个复里相公所呢也持续的来监控这个桥的情形 他们发现了现在这个桥呢 明里变桥呢它是已经有超空的情形 造成桥面已经有下线至少五公分 因此是有通行的危险的 因此在今天是不可能再来开放通行的 那么得等到后续台风过后再来进行修复 才能确保它通行的安全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势呢 是相当相当的湍急 这个水呢是持续的在这个明里变桥的侧面来 不断不断的冲刷 就怕在台风期间水势会持续的再带来灾情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这些情形 这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桶立主播